讲完了基本假设 一般原则 我们进入会计要素的讲解 什么叫做会计要素 大家先回一个问题 我们当初在讲解会计概念时 我说过会计是干嘛的 会计是描述反应企业资金运动的这么一个工具 会计干的这个活 就是要把会计主体的资金运动信息 用它的专业语言给它表述出来 那你怎么表述 就是说你怎么去反应它 你怎么去操作这个事 你得先把那个资金运动做具体的分类 你才可以落到实处去操作反应它 因为资金运动太宽泛了 啥叫资金运动太抽象 不知道什么意思 资金运动 抽象的资金运动 它就是一种想象的资金在赚 那你这个反应资金运动 你总得有一个目标吧 我们在这儿所谓的快递要素 其实就是把资金运动 为了方便反应所做的分类 来看屏幕 会计的描述反应对象是企业的资金运动 资金运动 这些东西还是太抽象 我们为了方便它的反应核算 将其进行再分类 资金运动分为六大快递要素 哪六大呢 资产 负债 所有者权益 收入 费用和利润 六大要素 我待会重点讲这个啊 那这个快递要素啊 实际上还是分的太过粗略 还应该再细分 才能把事说清楚 快递要素再往下分 就是快递科目了 快递科目这就非常实在了 什么原材料啊 固定资产啊 投资性房地产啊 无形资产啊 这些 这些的话呢 就和你的这个能想象到的东西 能对照好 这个科目到底包括哪些 待会咱再说 咱先把这个要素说清楚 你说资金运动分成六要素 到底是怎么个意思 你帮我想象一个场景 闭着眼想象 闭着眼想 你到了一个工厂里面 比方说是钢厂 热火朝天正在生产 你告诉我钢厂是在干什么 钢厂 钢厂 钢厂干的这个活呢 就是买了铁矿砂 把它炼了 放到炼钢炉里面 炼成钢彩 然后再把它钢厂卖掉 卖成钱之后 接着再买铁矿砂 然后再炼钢 然后形成钢彩 再卖了 就天天这么转嘛 那你开始想 你到这个钢厂 听了啊 你到钢厂 然后呢 你就像孙悟空一样 你说给我定 你把他的资金动 并格 你告诉我 你看见什么了 在钢厂里面 你会看见 钢厂里面 有非常大的操作件 就是所谓的炼钢炉 有厂房 有汽车 有原材料 有各种设施 你将企业的资金动 定格在一个 静止时刻上 你满眼看到的是 好多个资产 那么这个资产 是谁的 你告诉我 企业的钱哪来的 企业这么多的资产 是俩人的 知道吗 一个是谁 老板的 业主投的 再有一个谁呢 是从债主子那借的 这个债主子 一般都是银行 那么任何一个资产 企业的任何一个资产 它要么是借的 要么就是业主的 比方说 这个计算器 这我的 我的 那么它首先 你看到的 它是个计算器 它是个资产 但同时 它又对应一个 资金的来源 谁的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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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这个资产的 具体占用形态 和它的来源 合二 为一 体现在 一个资产身上 注意啊 这是一个资产 它既表现为 它是表现为 一个资产 占用形态 是个计算器 但同时 它又是我的 这么一个资金 来源的渠道 相当于 一个资金的 占用形态 是它的表现形式 它和它的资金来源 是它的另外一个角度 这两个角度 体现为一个资产 它永远是横等的 它永远是横等的 我再几个例子 这有个杯子 杯子上 有我的 照片 坐着的 这个杯子的话呢 比方说 值十块钱 这个杯子 表现为 一个十块钱的 资产 这个杯子 谁的呢 我投了七块钱 三块钱呢 是我从别人那儿 借的 那么这个 十块钱的 这个杯子 它一方面表现为 哦 这是个杯子 这是个资产 十块钱 但是它是哪来的呢 七块钱 是我自个儿投的 是业主的 三块钱是借的 因此 这十块钱的资金 占用形态 它横等于 七块钱 是业主的 三块钱 是借的 这么一个资金来源 那就相当于 两个资金来源 和资金的占用形态 合二 唯一体现为 一个杯子资产 这是任何一个资产的 双重属性 这点搞清楚了吗 也就说呢 一个资产 一方面表现为 它是个占用形态 但同时一定 横等于 它的两个资金来源 不是借的 就是业主的 那你再想 你刚才到工厂 是吧 你说你说定 定 你看到了资产 里面有一堆资产 就这个工厂里面 有一堆资产 那么这个资产 要么是借的 要么就是业主 因此它是横等的 我们管这种定格状态下的财务状况 叫快要素的静态信息 来 看一眼 叫反映财务状况的快要素 反映财务状况的快要素 通俗说的就是定格状态下的那个 那个要素表现 讲资金运动定格在一个时刻上 你看到的什么 你看到的 你有好多资产 不是借的 就是业主的 因此它是横等的 资产等于负债加速率权 OK 这是定格状态下的资金运动信息 我们管这种定格状态下 有多少钱 有什么样的资金来源 称之为财务状况 任何一个企业的资金运动定格 都会出现这么一个对应关系 再想 我们给它解了定格 然后呢 看到的是一个 生龙活虎的 钢厂的这么一个资金运动的状态 那么资金运动的状态 它就怎么个运动 肯定是两个方向 一个是资金往回赚 我们管它叫收 资金往外走 我们管它叫费 在这儿的话呢 这叫反映动态资金运动的三要素 叫经营成果要素 收是什么意思 就是资金往回流 叫收 资金往外走 叫费 收 费 收 收费 对 收费 剩下的就是你挣的 这是动态的三要素 动态的三要素 在这儿的话呢 这个代表了资金往回流 这个代表了资金往外走 这个代表了结余 六要素 就是这么回事 不过你这样说的话呢 依然没啥感觉 别着急 我再给你拓展一下 听着啊 我开了个小买卖 看这儿 2021年初 本人注册了一家小公司 开了一家买卖 干嘛呢 开了个小饭馆 专门卖面条 有炸酱面 有达鲁面 还有各种各样的什么武汉拌面等等这些 这个小店呢 筹错了多少钱 这小店开张的瞬间 2021年初 总共下来是100万的投入 这100万表现为什么呢 桌椅板凳啊 房屋啊 设施啊 等等这些 这叫资产投入 100万 表现为具体的资产形式 开张嘛 刚开张瞬间 100万的资产 那么这么多的资产是谁的钱 两个 一个是呢 我自个儿筹的70万 这叫什么 这叫所有者权益 然后我从银行借了30万 这30万是从银行借的负债嘛 也就是说呢 我这个小贩馆开张的瞬间 我的总资产是100万 其中70万是我自个儿的 30万是从银行借的 那么30万的借助渠道和70万的业主投入渠道 它同时表现为资产的占用形态100万 也就是说100万的资产占用形态和它的两个来源横等 它们俩同时体现为具体的资产身上 是一个私产的两个方面 你可以把这个叫做私产的占用形态 而把这个叫私产的来源渠道 这是两个角度体现在一个私产身上 也可以说是一个私产的两个角度 它永远是横等 因为它指向的是一个东西你知道吗 OK 这是在饭馆刚开张啊 定格定格定格 定格状态下的财务状况 有100万的私产 30万是借的负债 70万是业主头的 叫所有这群 OK 来吧 开张了啊 卖面喽 客观往里走 就开始卖 结果这一年呢 这面馆生意挺好 因为我们这个面馆的话呢 不光是卖饭给顾客 还免费向顾客讲解会计准责 在这 这个资产 实现了多少收入呢 四百万 实现了四百万的收 为此支付了三百八的费 挣了二十万的利 有个问题 你只有一百万的私产 你怎么可能形成四百万的收 你想想 你只有一百万的私产 你怎么会形成四百万的收 看啊 这个拳头代表了一百万私产 我的身体代表了会计主体 就面馆 那么这个钱往回转一圈 到这 这就一百万的收了 走 再转一圈 又一百万的收 走 再转一圈 又一百万的收 走 再转一圈 一百万的收 四圈 也就是说当资金 损缓 转四圈 这一百万的资金 就会形成四百万的收 你听懂没有 因为这个收啊 它表述的是资金的运动方向 这个一百万的资产 转一圈 就是一百万的收 一百万 走 再来一百万 再来一百万 四百万 那么为了实现四百万的收 你会付出代价 你开饭馆的话 面馆需要什么材料 哎呦 你得买面呢 你得把它压成面条啊 你得买茄子 炒成西红柿鸡蛋面 卤嘛 或者说买点肉 炒成肉丁 炸酱呢 炸酱的话呢 菜盘里面有豆芽呀 有这个 韭菜花呀 哎对 等等这些吧 那这些都算费用 都算支出 总之呢 我这买卖属于 薄利多销 四百万的时候 三百八十 我挣了二十万 请问二十万归谁呀 天呐 当然归我了 归业主所有 到年底盘账 2021年底 你告诉我 我这个小饭馆 有多少资产 我的起点是一百万 对吧 忙活一年 挣二十万 那肯定到盘账的话 是一百二十万的资产 这一百二十万 负债是多少 负债价就没还 还是三十万呗 所有的权益呢 所有权益的话呢 就会变成了几十 七十是七出吧 你自个儿挣二十 这不九十吗 对 九十 但是这个九十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九十啊 是用七出的所有的权益 七十 加上当年的利润 二十 来算的 那么这个利润是怎么来的呢 是四百的收 减三百八的费用来的 OK 那么这个九十 可以把它分解成 七出的所有权益 加上当期的收入 减费用 等于这个九十 好了 这就咱们说的 六要素的一个串联关系 我们根据这个串联关系呢 再把它抽离出 它的最终的公式体现 看一看 来 看题板 跟你刚才我开面馆的 最终的资金运动的信息体现 我可以把六要素穿在一起 你看 它年底的资产 它不是一百二吗 它等于负债三十 加上所有的权益的九十 这个九十怎么来的呢 是用七出的所有的权益七十 加上收入的四百 减去三百八的费用 形成的最终利润 打包 形成的最终的七末所有权益 OKOK 那么在这的话呢 就等于说 资产等于负债 加所有权益 加收入减费用呗 然后你把费用再甩过去 就变成这样子了 资产加费用等于 负债 加七出的所有的权益 加上收入 这不就把六要素完美的穿在了一起 那么六要素的话呢 可以涵盖所有的资金运动的所有的信息 各个态势都有 在这呢 我们通过这个等式 可以把所有的资金运动信息 都在这个等式里面做充分体现 在这呢 我插一句话 我就问你 这六要素里面 只有谁是实的 那些谁又是虚的呢 首先大家想想 六要素 资产负债所有权益 还有一个什么 收入费用利润 那么资产是资金的占预形态 是看得见莫德勺的大部分资产 而负债跟所有权益 实际上是资产的来源 抽象 来源 收入和费用 是资金的运动方向 也是抽象的 包括利润也是抽象的 那等于说呢 在六要素里面 只有资产是实的 负债所有权益 收入费用和利润 全是虚的 全是虚的 所以说六要素的话呢 它的关系应该是一时五虚 一时五虚 这样的话呢 可以把这个资产的各个态势 各个角度 做全面的资金运动信息展示 咱们在这 接着往下来 听了啊 那个快计要素 刚才咱说的差不多了 但是快计要素还是太粗略 你比方说钢厂 钢厂资产的话 啥资产 多了 有设备 那叫什么 那叫固定资产 有铁矿砂叫什么 那叫原材料 汽车呢 固定资产 等等这些是资产的具体分类 我们管这些具体的资产的再往下分类 或者说快计要素再往下分 叫什么 快计科目 哎 快计科目这事就比较靠谱了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长期股权 投资 原材料 对 这些就比较具体了 所以说呢 要想把资金运动做更加详细的到位的反应 你得把快计要素再往下分 分成什么 快计科目 这样的话呢 等于说呢 我们目前的快计科目就是六组 资产类 负债类 所有权益类 收入类 费用类 利润类 可以这样说 就再往下拆呗 那么在这的话呢 我们在定下快计科目之后 为了描述他们之间的对比关系 我们设定出 他的科目对应账户的登账方向 这个我先给你热个身啊 因为后面会讲 啥叫账户啊 任何一个快计科目 你比方说原材料 啥叫原材料呢 就是这个生产用的消耗材料们 像铁矿砂 像钢筋水泥砂子 这些东西原材料 快计科目对吧 那你要描述反应他 你得给他个空间呢 那科目的空间叫什么 叫会计账户 每个科目都有一个小房子 叫会计账户 这个账户的话呢 为了描述这个科目的 这个具体的增加减少的 约额信息 我们将每个科目对应的账户 分为左右两方 叫借方贷方 看账户啊 所为借 又为贷 就搭建这么一个数字关系 然后资产类和费用类的这个会计要素 对应的科目 它的账户对应方向是 灯在借方表示增 灯在贷方表示减 有余额 在借方 这么来的 而作为负债 所有权益和收入类 则是完全反着的 看这边 灯在贷方表示增 灯在借方表示减 有余额 在贷 这就基本上能够搭建出借贷记账法的一个基本的数据关系图 这个关系我们后面会进行进一步的拓展 在这儿 我先做一个简单的复习 仔细听啊 什么叫快教素 快教素啊 就是资金运动的再分类 总共分成六要素 分为静态三要素和动态三要素 所谓静态三要素 就是将资金运动静态的定格在一个时刻看到的资产 等于负债加速的权益 而动态的快据要素 就是动态的资金运动信息是收入减费用等于利润 这六要素能够非常完整的展示资金运动的方方面面信息 而且我们刚才总结过了 那个资产是实的 负债跟所有权益描述的是资产的来源渠道 收入和费用描述的是资金的运动方向 收入是往回转 费用是往外走 对 这里面只有资产是实的 那几个全是虚的 那在这儿的话呢 我们经过刚才的开面馆的体验 将这个六要素穿成了一个完整整实 就这个 资产加费用等于负债加汽车所得选加收入 OK OK 然后呢 我们又说到了 说这个会计科目什么东西 会计科目就是会计要素再往下分 什么叫会计账户呢 每个科目要描述它的内容 必须得给它搭个小房子 那个小房子就是每个科目对应的账户 每个账户的话呢 我们搭建它的话呢 分为左为借右为贷 而资产类费用类的科目 借方表示增 带方登的话表示减 有余额在借方 这边呢 这边的话呢 也是左为借右为贷 但是它登的方向是反的 它带方登表示增 借方登表示减 余额在带方 差不多了 我们要学会的那个借贷借账法 已经呼之欲出了 加油 来 这就是咱们说的一个数据图 但在这呢 咱得稍作平顿 把具体的六要素的概念 做一个完整的解析 给大家增加印象 待会有一个重头戏 要对每个会计科目表达什么意思 要重点说 这是我们第一组里面最关键的一个内容 啥叫零基础 零基础就学这个 就帮你铺垫初级会计知识的一些基本理论 什么叫做资产 资产是企业的过去交易事项所形成的 由企业拥有和控制的预期 给起带来经济力的资源 这里面有一个简练的一个总结 什么叫资产 资产就叫资源 看好了没有 资产是资源 什么叫做资源 看这 就是能生钱的钱 能生钱的钱 啥叫能生钱的钱 企业玩的是资金 企业拥有的每一笔资产 应该具备什么特质 或者说企业要这个资产干嘛 挣钱呢 咋叫挣钱呢 我扔进一块钱去 在这个企业的资金转里面 转一圈下来 它会出现一块一 就一块钱 拉着一毛钱出来 如果我扔进一块钱去 变成了一分 那你这买卖就亏了 说明你这个资产做的不合格 作为企业的资产 它本质上有一个天生的特质 必须是能够生钱的钱 有的人是不是必须得能够生钱的钱 才有资产的资格 不是的 你这买卖的话呢 总有赔赚嘛 他说的是能生钱的钱 是指的 这个能指的是可能 可能到什么程度 很可能 概率在50%以上 当他能生钱的这个能力 达到50%以上概率 就很可能生钱 他才配交资产 他才配交资产 来看一下 有过去的事项所形成 这啥意思 企业的钱怎么来的 你告诉我 不是我业主投的 就是从银行借的 这是最常见的 另外的话呢 企业的话呢 甭管是从业主那来的 还是从债主的那借的 他都有一个过去的发生事实 你看你从银行借 你得签借款协议吧 这不有过去的事实吗 另外的话呢 你资产 你要是自个挣的 那你肯定是经过 你一番折腾 像刚才面馆这个 你得去做面吧 忙回来忙回去 然后卖给顾客 然后的话呢 收回来 这个钱才能生出来 在这的话呢 他一定是有一个过去的发生事实 在先 才有资产的持有状态最后 OK 那就说的 资产肯定不是凭空想象的 我天天躺床上 我要挣一百万 然后瞬间床头就一百万 你觉得可能吗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有一个段子是 江苏的南京的小两口 这男的中午睡午觉 梦见中了一千五百万 彩票 然后在梦里面的话呢 他给他们家买房子 买地买车 醒了之后跟他媳妇摆火 说我这挣了一千五 做梦梦的 我们家买了套房子 买了个什么车 买了个什么东西 这媳妇啪一巴掌就过去了 挣了钱 光记得给你家买 我们家呢 两口的位置打起来了 你知道呢 报了警了 警察来了 说 怎么着 做梦 梦见挣了一千五 然后光给我们家买 我媳妇气不过 给了一巴掌 这不就报警了吗 警察说你俩有病 我觉得他俩不是有病的问题啊 从会计的准则角度来考虑 这是没学过会计的素质低的表现 因为这个资产不是做梦梦来的 你得有过去的发生事赛先 还有目前的持有赛后 做梦的那个不是资产 它不可能是凭空想出来的 有企业拥有或控制 这什么意思 啥叫拥有 拥有的话呢 说通俗点就是企业对它有产权 我们知道一般企业就是法人嘛 法定的资格 法定的人格 那么 法定人格的话呢 它企业的那个自有资金 就是业主投的那块 企业对它是有产权的 这种情况下叫拥有状态 什么叫控制啊 控制是借的 我们刚才多次强调 企业的钱就俩来源 不是业主投的 就是这个债主子借给你的 因此企业所持有的资产的 两个来源状态 不是借的 就是业主投的 业主投的叫企业控制状态 还是叫企业拥有状态 拥有 拥有的话呢 指的是从业主那来的 控制是指的从债主子那 就俩状态 预期会给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力 啥叫预期啊 预期指的是很可能 很可能 啥叫很可能 很可能是指的概率在什么程度 很可能指的是概率在大于百分之五十住压 不包括等 大于百分之五十叫很可能 很可能造成经济利益的回流 的这么一个生前的资源 OK 我再完整的把它概念走一遍 企业过去的事项所造成的 有企业拥有或控制的预期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一种资源 通俗的解释就是一定是有一个过去的发生事实在先 然后有目前的持有状态最后 企业的钱不是借的就业主的 业主的叫拥有 借的叫控制 预期指的是很可能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一种 生前的那个钱 就是能生前的概率在百分之五十以上 搞定 资产的特征再来一遍 预期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指的是很可能创造经济利 资产应该是企业拥有和控制 这是它的目前的两个状态 反正不是业主的 就是债主子的 我们管业主的这个资金来源叫拥有状态 企业对它有产权 而从债主子那来的那个借的那个钱 属于企业控制的状态 资产是由过去的事造成 它一定有一个过去的发生 事实在先 才有目前的持有状态在后 OK搞定 再来 资产的确认条件 同时满足如下条件定为资产 第一个 必须是具备很可能生前的能力 所谓很可能指的是概率 大于百分之五十 叫很可能 看第一个 与该资源有关的经济利益 很可能流去 就是很可能 概率在百分之五十以上 概率在百分之五十以上 流入企业 OK 成本必须可靠计量 成本必须可靠计量 这句话什么意思 我们前面有一个叫货币计量单位假设 货币计量单位假设里面 有一句话 必须表达成货币信息 我们才可以反应 那这句话呢 反的理解 如果说他表达不成货币信息呢 那就没法反应 比方说绝大部分企业的人力资源 应该是起了一个很关键的资产 但是这个东西没法定价 你能想象你的老板值多少钱 你的经理值多少钱 这个目前做不当的 所以说呢 人力资源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企业资产 但是正因为他定不了价 所以说就没法反应 这东西是没办法的 是他的局限性所致 作为一个资产同时具备第二个条件 方可认定资产的必须是可可计量 OK搞定 讲完了资产 马上进入第二个负债 我刚才说了 负债是指的资金的一个来源渠道 从哪来的 从债主子那借的那个来源 叫负债 这个负债的话呢 我们在这实际上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义务 看一下 负债是由过去的交易事项所形成的 预期会导致经济力流出企业的现实义务 注意这个词 它叫现实义务 啥叫现实义务 现实义务通俗说叫正在承担的义务 正在承担 正在负担 正在承担的一个义务 叫负债 正在承担 这个词有一个反义词叫潜在义务 我把它俩做一个对比 什么叫现实义务 我们管这个现实义务呢 可以把它理解成法律认定正在承担的义务 你比方说 你到银行去借钱 然后说了 你得找一个保人 好 我给你做担保 然后呢 我就在那个借款协议上签上担保人的名字 当我签完我的名字的瞬间 法律上就给了我一个责任 叫担保义务 担保义务是法定正在承担的义务 那你说我这个现实义务 是不是一定花钱呢 那不一定 我替你担保 不是说就一定替你花钱 前提是你得把银行的钱还了 我就不用替你花了 还不了钱 我才替你擦屁股 你知道这意思吗 所以说呢 现实义务是正在承担 但它未必一定花钱 你要搞清楚这个 它不一定花钱 不一定花钱 你只是说呢 它存在这种花钱的可能 但是它和这个义务的正在承担 大家理解这个正在承担义务是 你千万别写成 说这个必须要花钱 没有的 有的是要花钱 有的是不需要花钱 那我要是欠银行的钱 我借银行的钱 我在借换协议上签了 借换人谁谁谁 这个就是正在承担的义务 这个是肯定要花钱的 这肯定要花钱的 除非你赖账 不花钱 我们只能说现实义务是 法定正在承担义务 但它未必就一定花钱 只能说一般情况下 是要花钱的 你欠人家钱 你要还嘛 但是像担保这个事的话 不一定一定花钱 对方不给钱你才花嘛 这是现实义务 现实义务在认定它的话 最起码有个原则 就是正在承担 法定认为它是正在承担 那什么叫潜在呢 潜在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方说 我是一个养奶牛的 奶牛的这么一个个体的饲养户 养了这么两头奶牛 大家可能对奶牛这个行业的话 了解不多 我大概跟你聊一聊 奶牛这个行业 注意啊 是个高污染行业 不对啊 这绿色产业 奶牛吃的是草 挤的是奶 多么纯洁 注意啊 纯洁是纯洁 但是奶牛在吃草的过程中 是要散出一种气体来 叫屁 甲烷 奶牛的那个屁是可燃气体 它产生的那个 这个这个屁的这个东西啊 我好像闻到了味道 对环境是有污染的 那你说我就是养俩奶牛 天天让它放屁 药能怎么样 没错 这个污染就属于潜在于 没有形成一定规模 没有形成事物 但是我告诉你啊 英国有一个奶牛厂 几百头牛挤在一块 密闭空间 奶牛的话呢 happy的吃草 happy的放屁 大家快乐的生活 然后呢 因为他们太快乐 他这个奶牛脖子上的 这个铁链啊 经过摩擦 擦出了火花 瞬间呢 就把他们放的屁给点着了 这几百头奶牛就被绷上了天 奶牛到死都弄不清楚 自个是怎么死的 原来属于自杀 为什么 自个放的屁 把自个帮死 难道不是自杀吗 OK 这就属于造成了环境污染 那这事就瞬间变成了 正在承担的义务 这个潜在和正在的话呢 他这个实际上区别在哪 就法律上定不定这个事 我养两头奶牛 我这个小小养殖户 每天保持通风 放的屁都吹走了 随风而散 的确对环境污染 但是屁没着 没有形成正在承担的义务 那这就属于潜在 潜在的话呢 属于法律上没认定的义务 好理解吧 接着啊 负债必须是现实的 负债必须是现实的 正在承担的义务 来我们再读一遍 负债是过去的事造成 对于负债来说呢 它也是必须有一个 发生的事实在先 才有目前的现实义务在后 它一定是有一个过去的事 在前面铺垫 铺垫完之后才有 它的正在承担的义务在后面 这是第一个关系 再来 预期会导致利益流出 啥叫预期 很可能 很可能 指的是大于百分之五十 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的流出 来等会儿 利益流出什么流出 我告诉你啊 它这个负债的话 要还钱 你告诉他怎么还 给人家钱 没钱是吧 给人家房子 给人家地 给人家原材料 还有什么还吧 我替你干活 这个也算是还债的一个方式 不管怎么说呢 给钱给物 包括提供劳务 这都是一种经济利益的流出 这是负债偿还的一个常见的态势 但本国哪个态势 负债必须会造成利益流出的这么一个后果 这种后果承担 目前正在承担义务状态 属于现实义务 现实义务是企业在现行条件下已经承担的义务 未来的事项 它不属于现实义务 不能定为负债 OK 负债的特征 再来一遍 头一个是正在承担的义务 然后呢 它的清偿预计会导致利流出 这里面呢 我们需要归总到清偿的几个手段 给什么 银行存款 给存货 给固定私产 给无形私产 申管给什么 叫给物 给钱给物 还有什么 替他干活 在这的话呢 这都是负债的清偿的一些方式 但甭管是给钱给物 还是提供劳务 都应该理解为经济利益的流出 OK 再来看这个 等会儿这还有个事 这个预期 必须注意是很可能的意思 你知道我刚才说那个担保 我替你借款担保了 签了字了对吧 是不是现实义务 不是 那我签了字了 是不是我的账上就得登一个负债 不是的 我得是什么呢 你还银行的钱 这事基本上没戏了 我很可能替你还债 才会升至为正式的负债 否则的话呢 叫货有负债 就没准的负债 是不确认的 大家注意负债 作为正式的负债认定 必须得有一个条件 叫很可能导致利流出 它的导致利流出的概率在50%以上 OK 第三个 是由过去的事造成 过了 再来 负债的确认条件 当同时具备如下条件定为负债 第一个 与该有关的利益 很可能流出企业 我在强调一遍 很可能指的是 概率在50%以上 未来流出的利益的金额 必须可靠几点 大家可能知道 有一个著名的企业叫 三路奶粉厂 这是我们当地的一家企业 全国知名 可惜啊 在2008年的9月份破产 原因非常简单 就是它在生产牛奶的时候 掺杂了一样东西 叫三聚情案 它为啥要掺这东西 因为它收的那个奶浓的 那个 浇的那个牛奶 被大量的注水 蛋白质指标达不了标 于是就加进去了 所谓的三聚情案 使其蛋白质指标达标 那么这个东西加进之后 后果非常严重 它这个吃它这个奶粉 那个三聚情案消耗不了 会形成结石 堵在尿道里面 成年人 基本上喝三路奶粉没啥事 因为它这个尿道宽呢 直接就冲走了 小孩可不行 三路奶粉的主打产品 就应用而来 你想小孩的那个尿道多细啊 直接就堵住了 堵住之后孩子就哭 哇哇的哭 家长一看 哎呀 饿了 跌着喝 你想想 八十万的家长 应该八十万个家庭 孩子都受到伤害 这个这个企业的确是丧心病狂 好了 他被家长诉讼 赔偿啊 那么在这的话呢 请问这个赔偿责任 是不是定成正式的负债 没有 到他破产也没有定成负债 为什么 赔偿额是一个天文数据 大概是一百亿 处于金额不可靠 因此在这呢 三路奶粉厂在他死之前 也没有将这种诉讼赔偿 形成正式的负债 因为他太不靠谱了 你知道吗 那个钱数是个无边的数 因此在这呢 这个企业 他最终破产之前 对于这种诉讼的赔负责任 也没有形成正式负债 因为他金额不可靠 不可靠 是个天文数据 好了 再来看所有的权益 什么叫做所有者权益 所有者权益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他的资金的 另外一个来源 叫业主注入来源 这个业主注入 所有的权益 在这儿 实际上有一个最简单的解释 就是资产减掉 负债形成的差额 就叫所有权益 简单说呢 就是业主出的那个钱的来源 叫所有的权益 这个来源有几个呢 有两大块 你看这是一块 投入资本 这是一块 留存收益 这东西怎么分呢 很简单 投入资本是下的本钱 投入资本是下的本钱 留存收益呢 留存收益 留存收益是企业 接受了注资之后 经过他自身的努力 出现的盈余增值 说的再通俗一些 就是他自个儿挣的 自个儿挣的话呢 扣掉分红之后 留在企业 作为再发展的 叫留存收益 特别简单 来 再来一遍 投入资本 是所有权益的第一大来源 其实就是业主的 初始投资 或追加投资 可以简单理解为 业主下的本钱 而留存收益的话呢 是企业接受业主注资之后 经过私生的经营态势 实现的盈余累积下来 作为再发展的 一个资金来源 那么这个挣的钱 肯定是业主的嘛 所以说留存收益 当然也是业主的 OK 还有一个 这里面除了知道 两大来源之外 你还得知道 它的常见的会计科目 因为我们知道 要素对应的科目 投入资本对应的是两科目 一个叫股本 一个叫实收资本 还有一个叫资本公积 资本一价 或股本一价 这东西怎么分呢 我给你画一下 业主的初始投资 或者是追加投资 就是业主下的本钱 在它对应的科目上 起的名字叫 股本或实收资本 资本公积 股本一价 或资本一价 这东西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很简单 看呢 这是股份制 有限责任公司的 这个是有限责任公司的 一说这个又多了 啥叫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 啥叫有限制责任公司呢 这个还得跟你聊 这个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 老板的个数比较多 有限责任公司 老板的个数比较少 你去学公司法的话 是有明确规定的 而且的话呢 作为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 老板人数多对吧 然后他们认股 他把这个本啊 切成等额的份 然后的话呢 就跟发股票一样 发股票是个常见的方式 但有的不发股票 内部股份 切成等额的份 然后张三 你认多少股 李四 你认多少股 用这种方式传起来的 股份制 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人数比较多 股本切成等额的份 通过认股份 来完成资本注入 他出现的另外一个 注入资本的科目 叫资本公积 股本营价 指的是业主在 发行股票 注资的时候 超过股本面值 注入的那个资金 比方说 一股股票卖十块钱 一股股票的面值是一块钱 也就是说呢 你花十块钱 买他一股股票 注入到这个企业里面 去形成的资本 是一块钱 溢价是九块钱 这叫资本公积 股本溢价 那么有限责任公司的话呢 他的最大特点是 股东人少 而且他没有 把资本切成 等额的份 就是张三 你占多少股 李四 你占多少股 大家一定就行 他也可能出现在 追资的过程中 形成资本溢价 他不叫股本溢价 他叫资本公积 资本溢价 可能张三出了五百万 认可他的资本是两百万 形成三百万的资本溢价 这个问题呢 一说就比较多了 你先大概知道这个意思 那么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 和有限责任公司 这个区别 还是有明显的差异的 我们帐上 你先知道大概差异 后续还会讲 他到底区别在哪 来 再来一遍 股本和资本公积 股本溢价 这说的是股份制 有限责任公司 实收资本 和资本公积 资本溢价 这说的是有限责任公司 不一样的 搞定 再来 这个呢 留存收益 留存收益 我再说一遍 是企业经过自身的努力 挣的钱 留在企业内部 用来再发展的资金 包括的是盈余公积 和未分利润 这两个项 还有一大颗 就这个 叫直接计入 所有群的利得损失 这个我们将来讲 政客是在详细跟你说 你先认识一下他 他叫利得损失中的一种 什么叫利得 什么叫损失呢 来看一眼 利得是非日常活动 关键词叫非日常 就不是经常有的 然后呢 导致所有群增加的 与投资无关的利流 包括两种 一种叫 寄当期随的利得 啥叫寄当期随的利得 你比方说 我这有套房子 办公楼 我把它卖了 办公楼卖 这事肯定是意外 不是经常有的 那么卖办公楼赚了钱了 这叫处置固定私产的利得 他寄到私产处置损益 这个本身呢 就是一项利得 还有的话呢 直接记住所有群的利得 比方说呢 我买了一只股票 定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然后呢 买的话花十块钱 现在涨到三十了 涨了二十块钱 他把这个增值的这二十 叫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增值 搁到哪下 叫其他综合收益 这个是记入所有的权益的 另外一个利得 好了 损失是反着说 非日常活动所引发的 导致所有权益减少的 与分红无关的利益流出 包括记损益的 和记入所有权益的两种情况 记损益的话呢 比方说像刚才办公楼卖赔了 卖赔的话呢 是借记资产处置损益 它是损失的一项组成 记当期损益的损失 还有一个的话呢 是直接记入所有的权益的损失 像刚才说的 股票十块钱买的 对吧 现在掉到八块了 你每股掉两块 那么这个损失的话呢 它属于借记其他综合收益 属于直接记入所有者权益的损失 这是第二个 好了 就这些 搞定 你先有个印象 就是 所有的权益里面 除了刚才说的两大头 注入资本 对应的是股本啊 资本公积 股本印加之外 还有个留存收益 是企业自个挣的钱 留在内部再发展的 还有一个东西 叫直接记入所有的权益的 利得和损失 说的是其他综合收益 先有个印象 走 这个谈不上确认条件 因为你把资产负债定了 他俩一死益 就是说了权益 什么叫收入 收入 我刚才说了 收入是资金往回赚 来看他这个词 收入是在日常活动中 所形成的 这是非常明显 他和利得的一个区分 前面利得说的是啥 非日常 这个收入说的是啥 日常 经常发生的 会导致所有权增加的 与投资无关的利益流 OK 我给你简单举个例子 你比方说呢 我是个商场 商场的日常活动 什么 卖货呀 我是个餐馆 餐馆的日常活动 卖饭呢 我是个旅游公司 我的日常活动 搞旅游啊 收费啊 会导致所有权增加 为什么 因为收入减去费用 会增加利润 而利润就是一项 所有的权的组成 与投资无关的利流 没错 他和投资是两回事 他表现为第一个 经常发生 第二个跟投资无关 第三个导致所有的权增加 是因为收入会带来利润的增加 而利润就是一项所有的权益 这里面我画了个图 这是那个利润表的一个构成 利润表就是描述收入和费用的一个报表 你也可以说它是收入费用这个报表体现 你看第一个叫营业收入 包括谁啊 包括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有收入 主营业收入就是主要的买卖的一个资金流入 你像我们这个宾馆 宾馆的主要的服务 就是提供宾馆服务 那他可能会卖一些小商品 那就水其他有了 这叫营业收入 什么叫营业成本呢 你提供的任何一个服务都有一个代价 比方说饭馆的话呢 你卖饭给顾客 你得先做饭呢 做饭需要人工材料各种消耗 这些都叫营业成本 或者叫主营业务成本 就包括刚才说的其他业务 也有一些代价 叫其他业务成本 税金基辅加指的是消费税 以代表消费税为主吧 销售费主的是广告费 管理费 行政开支 财务费 说的是利息费 其他收益说的是 政府补助组成的一个收入来源 投资收益 还有供应价变动 收益性 减值损失 资产减值损失 资产处置收益和最终结果等一个利润 那么这条线的话呢 注意 它所有算到营业利润这个节点 造成的资金流入就叫收入 资金的流出就叫费用 你可以把这个图做一个简化 收入减费用 加减资产处置损益等于营业利润 这里面的收入减费用说的是 收收收收收 然后费的话呢 费费费费费费 损失叫费 供应价变得损失叫费 这些人损失都叫费 这是在日常活动中的资金流入 叫收资金支出叫费 形成的一个对应关系 收入减费用基本上构成了 营业利润的主体 再加减资产处置损益等于资产 最终形成的这个叫营业利润 什么叫资产处置损益呢 这个不叫收入和费用 资产处置损益是指的利得损失中 即损益的那个部分 也就刚才说的卖办公楼赚的 和卖办公楼赔的都叫这个东西 这个肯定是非日常的 我们说的收入费用应该是日常的收支 收入的确认条件 第一个合同各方已经批准合同 并承诺履行各自义务 第二个合同明确了双方所转让商品的权责 第三个有明确的支付条款 第四个具备商业实质 第五个有把握收款 这些呢我们就不再细说了 因为这是后面要讲的主题 啥叫费用呢 日常活动中的资金流入而付出的代价 在这费用包括的是日常活动中导致 所有权减少与分红无关的利益流出 有这么几个特征 第一个是经常发生的 第二个跟分红无关的 第三个导致所有权减少的 它怎么导致所有权减少 收入减费用等于利润 它会带来利润的减少 利润不就是一项所有权益吗 费用的确认条件 很可能导致利润流出 然后呢要么私产减要么负债增 然后经济利润流出可靠 这些的话呢大家可以简单了解一下 我们简单的再给大家总结一下 收入和费用实际上很好理解 你看啊听到 比方说我刚才不是开个面馆吗 我卖面给顾客 顾客给我的餐费就叫收入 费用的话呢就是面的成本 人工成本和各种各样的设施成本 那就叫费用 然后面的卖的这个收和为了做面的中间差额就是我挣的 利润是一定期间的经营成果 那么在这呢利润如果减换来讲叫收入减费用的利润 具体来说呢就长这样看 咱们刚才聊的是这段叫盈利润吧 往下走 营业外收 营业外支挤完之后叫利润 啥叫营业外收 啥叫营业外支 营业外收入就是意外之财 营业外支出就意外损失 比方说罚莫支出 意外支出 罚款收入 意外支出 在这的话呢 这不是经常发生的 它叫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支出 你也管 管它这个叫什么 营业外收入叫什么 叫直接进入当期损益的利得 营业外支出叫直接进入当期损益的损失 这么说也可以 最后得出一个利润总和数 我们在这做了个图表 看收入减费用是构成营业利润的主体 但是得加上谁啊 资产处置损益 也就是资产处置收入那项 这个叫营业利润 资产处置损益和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支出 构成直接进入当期损益的利得和损失 这个关系呢 大家有一个印象就可以 利润怎么确认 利润不用专门确认 你把收支定了 利润自然就会形成 行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把要素的定义 要素的关系 要素的相关等式 全部讲解完毕 这是整个这个专题里面 我觉得最关键的 有了这个体系框架的搭建 我们后面才能整出什么借贷记账法 什么有借必有贷 借贷必相等 这个词都是从刚才这个公式来引发出来的 但是呢 这里面我们只是搭了个架子 后面还有一个大头叫科目是怎么回事 登帐方向怎么定 分路怎么编 那是后话 我们后面会详细一一展开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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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